早上10時多,港珠澳大橋穿梭巴網頁已顯示 香港往澳門等候金巴格時間為非常繁忙 即輪候時間45分鐘以上 有旅客說用了接近1小時等金巴 下午2時多,記者再到現場 有旅客說很多人在香港後岸等金巴到澳門 因此臨時轉鎮 很多蛇餅,我想二、三百人排隊等坐過澳門的車 所以我們轉鎮,由珠海過關 省了等車的時間 而在澳門後岸巴士站不斷有旅客排隊等車 是3點多更加大排長龍 兩間巴士公司分別都要同時開出兩架巴士應對 你排在巴士那裏,15分鐘左右 但過關排了差不多9個字 接近,就長一點了 可以的,巴士可以的 但是很密的,你看到都很快 兩間巴士公司都表示 已經加密班次以及增加工作人員在場協助 疏到人潮 我們因應昨天的情況 我們今天都度了相應的措施 我們亦都有很多車在現場後命 如果一見到人流多 就不會理會幾分鐘一班 一上門就開,一上門就開 我們目前的情況大概維持五分鐘一班 原來是配備8部車的基礎上 我們增加到20架車 如果接下來的加班車 我們差不多是原來的三倍運力 最高峰的時候 去到三至五分鐘就已經是一架車 如果客多的時候 我們會同時兩架車上車 也在後門那裏 使用我們現在的電子的BU 以及我們移動的前箱 在後門可以方便到乘客上落 可以加快上車的速度 他們說也有人員在大橋香港口岸了解情況 當知道經大橋來澳界人流比較多的時候 會再適當調到巴士班次